亞太經濟合作會議IPEC 我國領袖代表林信義 今天抵達蜜羅立馬 準備出席接下來的IPEC會議 而現場最新狀況 連線給記者葉佩軒、張明如 來告訴我們 好,所有主播觀眾 我們來看到是我國的IPEC領袖代表 林信義他的專機是在蜜羅時間十三號的早上 落地了立馬機場 那我們看到林信義走下機的時候 有跟現場的民眾還有一些官員揮揮手致意 然後現場也有鋪紅地毯並用軍力迎接 那蜜羅是派出了外交部的經濟事務推廣總司長 以及空軍基地的指揮官來迎接 那林信義其實他在來到飯店路程上 像其他經濟體一樣都有前導警車 以及電後警車來幫忙開道 那甚至在來到飯店之前 我們看到有這個直升機在空中盤旋兩圈來迎接 那林信義在抵達飯店之後 也有跟僑胞來致意 並且來獻花 然後還有稍微的跟僑胞有些互動 讓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畫面 領袖代表因為到秘魯來 因為中國的關係 會有一點不公平的待遇 可是還是盡量希望我們領袖代表去爭取 因為台灣現在因為晶片是全世界最強的 所以也不可否認 像這裡到昨天我看當地媒體還是台灣 台灣今天就改口了 今天講 可以看到林信義跟女兒林文萱 是一起抵達下榻飯店 林信義回應媒體提問時 簡單表示長途旅程一切都很順利 也非常期待接下來出席APEC會議 不過秘魯台上提到 之前當地電視台報導我國時 名稱都是用台灣 而隨著領袖峰會即將登場 改為用我國參與APEC的中華台北來稱呼 表達希望APEC期間 不要有不公平待遇情況發生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形 把時間交還給棚內主播